大家早安,我是贤君 我今天要跟大家回顾的多安梦电影是 大熊的发条都市冒险记 这是多安梦第十八部的电影 而这部电影版也是最后一部 由藤子伯特熊担任编剧的电影 不过由于他试试前还没有把这部的剧情画完 后面的剧情是依照他留下来的草稿梗概 以及风镜图把这故事做完的 一般也都认为这不是多安梦大长篇的完结作品 好啦,那接下来就进入剧情的环节吧 有一天小富在和大家炫耀 他之前在牧场中骑着马而自由奔驰的故事 但大熊他没有什么兴趣 小富就生气的问大熊 你有马吗?有牧场吗? 结果大熊居然说他都有 大家一听就表示 好啦,那今天晚上让我们看你的马和牧场啊 但大熊根本没有牧场 他马上求多安梦搞一个牧场给他 多安梦就表示 怎么可能地球上已经没有多出来的土地啊 对啊,你都忘了宇宙开拓使和日本诞生的教训了吗? 说完多安梦就去了22世纪的大拍卖 大熊只能跟他的马诉苦而已 后来多安梦很生气的回来了 他表示拍卖附赠的抽奖券他都没中奖 大熊看就算是安慰奖也会送行星感到很兴奋 但送的只是火星和木星之间 上千个小行星中那些毫无用处的行星而已 哇,22世纪已经可以把星球当商店街抽奖的奖品了 是怎样?还会拿流星雨当订婚礼物是不是啊? 不过大熊还是想加减试看看 说不定有好的行星 多安梦就给他照了适应灯 结果大熊照着上面的代码 看到了各种不是太小就是密度太低 或是整个空星的行星 话说事到如今我才发现任意门连到宇宙时 不会有空气被宇宙吸走的状况 任意门整个挡住诶 事到剩最后一张时 胖虎他们也到大熊家了 大熊只好念完最后一张的代码 赌一把看看 而胖虎他们要打开门时他看都不敢看 没有想到他听到了不停的赞美声 任意门的后面居然连接到了像是地球的行星 大熊的麻也很开心的跑了进来 他们说他是上了生命发条的玩偶 大家听了后就马上回家去拿自己的玩具 让多来梦赋予他们生命 隔天他们就建立起了他们的发条都市 竟想把他家给娃娃住的房子 带来用放大灯放大 他带来的房子多到还弄了一个商店街 小覆盖了一个汽车公司 胖虎开了建设公司 表示他负责了道路或是大楼之类的建设 多来梦带大家参观他的弹工厂 里面放了一堆他用弹复制镜复制的玩具动物 这星球的动物也因此增加 大熊往太空发射了人造卫星 他在宇宙拍摄这颗星球的样貌 拍出了一堆照片 不过想想大熊的大魔镜那时拍的数量 这次拍的还真少 而有一张照片拍到了发着金光的湖泊 于是大家为了一探究竟 决定去森林探险 中途他们在一条河旁边吃便当 吃到一半时 静香说他听到人的声音 一直叫他们滚出去 可是其他人都没听到 接着突然下起了大雨 而且这雨大到河川直接暴涨 把在树下躲雨的大家全部冲走 最后所有人被冲到海岸上 他们只好用竹蜻蜓回到发条都市 结果他们看到弹工厂被雷劈到了 还好里面的弹都没事 不过旁边有个掉在地上的弹 里面孵出了一只会说话的猪 他说他叫做匹捕 好像是刚才的闪电赋予了他智能 后来到了晚上大家就回家了 但他们留了一个人在这个星球 这个人叫做熊虎鬼舞狼 是个通气犯 他最近逃遇成功 刚好他在大家离开时 跑到大雄家偷东西 就进到了任意门里面 而隔天大家在大搞建设的时候 他就在后面偷看 之后多来梦自己手动对弹进行电击 成功又诞生出了有智慧的动物波比 鬼舞狼看到了就跑进弹工厂 不小心拿弹复制镜照到了自己 他觉得很恶心就跑掉了 本来想到镇上抢东西 但一听到警车的声音 他就溜之大吉 到了晚上那些鬼舞狼弹都孵化了 直接排成一列走到了本尊旁边 鬼舞狼得知他们是从弹里孵出来的 就决定要靠他们来统治这颗星球 隔天多来梦制造了太阳能电池 胖虎用卫星图画了一张冒险图 上面有道黄金湖的路线 小夫则找大家去海水浴场 于是大家又去搭他的船了 结果这张图被鬼舞狼他们捡到 他们先回地球拿足够粮食和需要的道具 就出发前往黄金湖了 而多来梦他们从海水浴场回来时 看到了动物们正在选举 匹普被大家选成市长 隔天鬼舞狼在寻宝的路上 天气变得极差无比 而且他听到有声音要他们离开这里 接着天气越变越糟 遭到多爱梦他们来不了发条都市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天就放晴了 但工厂这次也遭到了累积 诞生出了爱因流坦和杨迪生 多了他们 动物们只花一天就盖出了新的大楼 而且他们还找胖虎小夫上法庭 杨迪生说小夫的车和船排了太多废弃 要他把能源换成太阳能电池 爱因流坦说胖虎的建设太破坏环境 他发明了用泥土做成的淘泥土 要胖虎换成他的材料 最后胖虎答应全场拍手通过 可是胖虎却非常的失落 大家就说那要不要去找他带来的暴龙玩 他才恢复了精神 但他们完全找不到暴龙现在在哪 小夫就拿出了火箭玩具 说那不然去太空上找 于是他们决定今天做好准备 明天上太空 同一天鬼武郎在下午到了大断层前面 他在断层上放了一个梯子 要脸上长了黑质的分身先过去 确认是安全的他也接着过去 到了晚上他们终于到了黄金湖 鬼武郎把黑质装上氧气瓶 直接丢到黄金湖里面 结果湖底下确实有黄金 不过黄金却长出了一颗眼睛看向了黑质 黑质吓到直接游上岸 没想到那块黄金居然也跟了上来 哇哦 黑质一个刚好呈现衣服穿一半的撩人姿态 黄金变化成大魔神的样子 所有鬼武郎一看到就直接逃跑 中间经过了大断层 哇这个梯子是真的坚固 在爬进岩石山的山洞里面 本来以为他进不来山洞 但是黄金直接变成蛇蛇进山洞 鬼武郎继续逃跑 蛇蛇只能舔他背后的冷汗 最后大家逃出了山洞 蛇也没有继续追 而他们逃出来的地方 刚好就是小夫的火箭放置处 到了隔天大家要上火箭之前 胖虎刚好看到在森林散步的暴龙 他问他要不要跟他去太空玩 暴龙却拒绝了 他们就自己去做火箭了 诶 啊不是为了找暴龙才要做火箭了吗 就在他们打开火箭的门时 鬼武郎从旁边对他们开枪 并举着枪走了过来 哆啦梦本来以为是有人带了很丑的玩偶过来 不过鬼武郎一爆出他的名字 大家就吓到想逃跑 可是其他人已经在旁边埋伏好了 还好他们没想到哆啦梦有竹蜻蜓这个道具 但大雄的竹蜻蜓一下子就没电了 他们只好先降落到岩石山后面 鬼武郎却穷追不舍 把大家逼到了大段层 而当大家在爬过梯子的时候 镜香的裙子被梯子卡到了 大雄一看就马上回头去帮他 结果他手一滑 直接从梯子上掉了下去 掉进了大段层之中 鬼武郎也因此顺利的抓到了镜香 这时突然发生了地震 鬼武郎们瞬间面有蓝色的逃跑 只有黑智也想带着镜香逃走 大家马上跑来救镜香 但一看到黄金大魔神靠近 也和黑智一起落荒而逃 不过他们离大魔神已经太近 哆啦梦就拿出人力火车头 给黑智带上兵让他吃下煤炭 让他带着大家逃跑 其他鬼武郎看到了也紧抓在大家后面 最后逃回了火箭旁边 黄金大魔神就变成独角仙的样子 鬼武郎想用武器干掉大魔神 他的分身就找出了小夫的战车 哆啦梦也使用放大灯 由小夫胖虎操控战车轰炸黄金独角仙 独角仙就这样被轰成了碎片 而就在大家掉以轻心的时候 那些碎片又聚集在了一起 他这次变成了超大型战车 还直接碾烂了小夫的战车 所有人只好逃到火箭上 想要躲到太空上面 没想到大魔神这时抓住了火箭 火箭差点就飞不出去 还好最后他守一个没劲 火箭直直的升空了 不过哆啦梦看到这情况 反而对鬼武郎开骂 他说这只是玩具火箭 现在载着这么多人 一下就会没燃料了 很快的 他们就停在了宇宙之间 而掉到大断层里的大雄 振作着他打倒鬼武郎 最后拯救了镜香的美梦 但不知道为何 镜香变成了金黄色的样子 接着他变成了一个少年 他说他是播种人 也就是这个星球的造物主 他没有真正的模样 刚才的大魔神就是他 播种人说他在以前 同时在地球和火星上 散播生物的种子 火星是失败了 地球还要看人类的努力 而这里本来他是要 做成植物的乐园 大雄他们却闯了进来 破坏这一切 大雄说这是安慰奖送的奖品 播种人就告诉他是因为 他当时念错了号码 本来这里的植物想赶走他们 但现在这里的植物 接受了他们 甚至保护了大雄 播种人就表示 这样他的使命就结束了 能把这个星球 交给爱护植物的他们 说完他就飞走了 而他飞上空时 被监测宇宙的黑智看到 鬼舞狼们就看着他 飞向别的地方 多拉雄这时也想到了 回去的方法 只要在火箭后面 引发爆炸 火箭就能顺着这个冲击 飞回星球 鬼舞狼就表示 那就炸掉这个太空站 就好了嘛 接着他把多拉雄他们绑起来 跟定时炸弹一起 留在太空站里 大家非常的惊讶 而小夫显然特别的害怕 没想到进香的绳子 竟然松开了 因为帮他绑绳子的黑智 故意不绑紧 多拉雄赶快拿出 最后炸弹还是爆炸了 而火箭坠落在 发条都市旁边 震惊到了里面的村民 匹布他们以为是 哆啦A梦他们 本来想要跟他们抗议 却走出了鬼舞狼他们 接着我们回到大雄那边 他想要爬上大断层 但不小心失足了 结果这里的植物 直接把他送到上面去 诶 这里的植物也太屌了吧 漫画里是用藤蔓 抓住大雄也就算了 这飞天树约是什么鬼啊 而他回到城镇旁边 看到鬼舞狼的分身 在船上监视着四周 这时波比从旁边走出来 他说鬼舞狼抓住了他的哥哥 并占领了城市 说完 大雄就被生命发条 砸中脑袋 有个猴子从树上下来 波比说他是要把发条 还给大雄的 然后旁边还走出来 几个奇怪的玩具 这些玩具是之前这只猴子 从任意门到地球 乱给他们上发条后 带到这个星球的 而既然他有办法回到地球 大雄就要他回去 拿多安梦的备用百宝袋 于是骷髅先吓昏监视的鬼舞狼 被用百宝袋就在里面 同一时间 位在太空的镜像他们 正在试着叫醒 因为爆炸的冲击 而昏迷不醒的哆啦A梦 结果哆啦A梦突然开始疯狂大笑 大雄就从里面钻了出来 哆啦A梦才想到 可以从备用百宝袋回去 于是大家就钻过百宝袋 回到星球上 到了原本放任意门的地方 发现任意门已经不见了 这时旁边又出现两个玩具 原来村民们都逃了出来 但没有像样的武器抢回城镇 现在只有皮捕在鬼舞狼手上 多啦A梦就决定去救他 他们戴上了石头帽 偷偷潜入关皮捕的屋子内 这时刚好是黑智在监视皮捕 他们就把灯关掉 假装成幽灵吓吓他 胆小的黑智马上就被吓跑 但鬼舞狼立刻就知道 是大雄他们回来了 回来时多啦A梦他们已经用了乌云瓦斯 从他们旁边跑了过去 不过锁头没被瓦斯碰到 鬼舞狼马上追在他们身后 后来瓦斯散掉 大家躲在掩体后面 多啦A梦就把上次银河超特级列车的 游乐园送的枪交给大雄 刚好胖虎的暴龙也到了这里 大雄就趁他们注意力被分散时攻击他们 鬼舞狼们看被前后夹击就全部逃走了 回到城镇之后 大雄把他遇到的事情告诉大家 然后皮捕说猴子说鬼舞狼们说 明天他们会对城镇发动总攻击 隔天大家就不好阵行 等到鬼舞狼们一出现 就马上对他们发动攻击 各处的鬼舞狼全部都被大雄他们击破 最后所有鬼舞狼都被抓住 本尊看情势不妙 就跑到森林放火去了 多啦A梦就用放大灯放大尿尿小童 熄灭了这场火事 大雄则骑上他的马追向逃跑的鬼舞狼 但鬼舞狼直接给他一个回马枪 大雄只好躲在树后面 这时旁边有一堆树叶人跑出来 吸引鬼舞狼的注意 大雄就趁这时一边大喊一边冲向鬼舞狼 鬼舞狼马上回头对他开枪 结果大雄刚好踩到在地上的发条 他就闪过了子弹 还打倒了鬼舞狼 之后多啦A梦把鬼舞狼们送到复制弹处理器里面 让他们合为一体 没想到居然是黑智的人格留了下来 而他决定回地球上自首 多啦A梦他们则认为 这星球后续的事情就交给这里的人 他们偶尔会回来玩 所以他们也回去地球了 这部电影版就结束啦 嗯 这结局有的是吐槽的地方 我就把它留到最后这边再吐槽了 好了 既然讲完了这部电影版的剧情 我就讲一下我对这电影最直接的感想 而这部电影我可以给他四个字的评语 叫做 有失水准 跟平常的意思不太一样 所谓有失必有得 我觉得这部电影前期的设定和剧情 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前面是由藤子伯恶熊打下的基础 而越到后面的剧情 就可以感受到水准渐渐流失 当你因为前面的剧情 以为自己得到了一部优秀的电影时 后面你就会感受到因为换人接手剧情 让这电影慢慢失去了原本该有的水准 所以真要说的话叫流失水准才对 但我前面直接把这当作现有名词念出来的话 感觉太白痴了 我首先就先吐槽我最想讲的结局的部分 大雄骑着马直直的跑向鬼舞狼 鬼舞狼对他的前方开了一枪 大雄直接在他面前躲到旁边的树后面 鬼舞狼就突然不知道大雄人在哪了 直接开始跟旁边的树叶玩打靶游戏 啊大雄也是个人才 人家植物帮你吸引鬼舞狼的注意 你就偷偷射他就好了 你一边大叫一边冲出去 鬼舞狼一听到当然就直接对他开枪 最后还是大雄一个好运 踩到了生命发条 才刚好躲过了子弹 干掉了鬼舞狼 这个结局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 对比上一集的冷静强大的大雄 这次的大雄一个耍笨雷队友又靠运气 这样打倒敌人真的很不好看 加上这次电影的反派 已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弱的反派了 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 没有未来科技的武器 头脑也不聪明 随便一群玩具围上去就能打倒一个 史上最烂 我方每人配一把空气枪 大概就瞬间结局了 都已经打这么废的反派了 还要搞一套千军一法才打赢的局面 然后结尾还特写发条重弹后的样子 不并不帅好不好 不要再诡字强调这结局有多怪了好不好 但是我必须要说 这部前面的剧情是真的蛮有趣的 大雄他们自己建造了这座城市 制造了里面的居民 可是他们破坏环境的行为 却引来动物们的不满 最后还上了动物法庭 让大雄他们这些主角 在这时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反派 我觉得这做法是蛮有趣的 别起云之王国的人 把他们软禁在云之王国 还逼他们上法庭在那边骂说 你们这些地上人太垃圾了之类的 让人不禁想吐槽 不是啊 你们对着小朋友这样骂有什么用啊 怎么会想让小学生当地上人代表啊 而且还在那边我们要毁灭地上文明 啊这样是要怎么心平气和的谈 但是这部电影就不会这样 当这个动物法庭开起来时 我马上就觉得 对人类真的太垃圾了 而且还有这世界的植物 本来很排斥大雄他们 但后面因为他们改进了他们的行为 植物们才认同了他们 就有种大家在这部电影中 是从一个反派 经过反省后才成为正派的感觉 所以我蛮喜欢前面这种真真正正的 把主角群们置于反派的感觉 可惜的是后面的剧情就后继武力了 尤其是鬼武郎基本上可以说是 哆啦A梦电影史上最弱的反派 他既不聪明 也没有比哆啦A梦更高的科技 没有秘密武器或超能力 也不会催眠人 基本上一人一把空气枪 他们就是一大群的靶子而已 这部电影真的就是越演到后面 越不用紧张 前面还可以大家不知道鬼武郎在这里 来个敌在暗处我在明处 结果后面他们跑出来 也只是吓出了大家的竹蜻蜓 在之后加减还掌握了个人质 也一下就被偷出来了 啊那就没有蓝后啦 多爱梦道具拿出来直接开扁啊 我真的没有看过一群玩偶 围起来就输掉的烂反派 好啦总之这就是我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从这一部就已经看得出来 藤子伯特熊对电影版的剧情 占了独重的地位 他就算给了前面的好剧情 后面给别人做 还是可以把剧情搞得很奇怪 好啦那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帮我按个订阅 那我们继续再见啦 拜拜